攝影技巧 攝影趣聞 器材動態 自家攝影 省影靚省 这里有招 攝影有蜜招 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又回到我们 攝影有蜜招栏目 我是主持人阿钟 我是李敏鸿 老李啊 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 第一届中国视影金像奖获得者 梁力昌老师来我们这个节目 今天梁老师继续和我们 介绍一下他其他的 精密攝影作品 尤其是那些 用不同手法拍摄的 也比较有动感的 精密攝影作品 其实拍摄精密作品 首先你就要 首先就是说 你选的元素 选的题材 就是那些道具 如果你是器皿的 我觉得呢 关键就是一个什么呢 器皿的呢 你就要注重 就是那个光影的反光很强的 因为我所拍摄的玻璃器皿 那类的作品 一支灯 两支灯 就是指的了 应该说最多是用两支灯 大部分的作品都是一支灯为主的 大家看到我另外有一张黑白的作品 叫做《美的童案》 这张也是在十四届全国影展 拿了一支灯牌的一张 首先你除了采色 又有色彩的吸引 那黑白的照片呢 你就是黑白灰的过度 怎样去体现到这种器皿的质感 还有你这个理念就是说 你在拍这张照片的时候 怎样能够充分去体现到 这些器皿的独特的造型 你首先要给观众去看 你这张照片 人家一看下去 哇的确是很有童案感 好美哦 对不对 所以你在拍摄的时候 在各方面都要很注意 我一般拍器皿 其实关键在哪里 一个就是低角度 就是平时的角度 一个就是稍高的角度 就是说高到大概是45度 高级的角度 就是有点名鼓拍下去 因为这两个角度 它各有特色的 平时的角度 它就反映器皿的造型 单单你会勾画出一个大黑 大白的一个反昂的边 就将你压的那些器皿的造型 能够发挥得能力尽致 应该是说它的造型 很出色 就是看得到 另外高角度就有什么好处呢 也都可以看到 器皿的一个滑器皿 就是说从这个高角度 它会有一个 就是它放了液体之后 它会有一个质感 另外一张作品是蓝色的色调 另外好像有些水的波紋 那种感觉 其实我是用一张黑色的胶纸 它是平时卷起的 但是因为黑色的胶纸 卷得久了 它还是固定了圆的波紋 谁知道我一摊开一打光 哇效果还比我 你原来打算打平的更漂亮 是 直的胶线更漂亮 像一道水纹那样 变成自然产生 好像放了在水里的一个效果 包括那些倒影都好像水 是的 这个也是用一支灯的 所以我为什么用器皿 另外我会喜欢用单灯 就是防止它多点反光 越多一支灯 又多一个反光点 所以这个 其实在玻璃器命的特色 都是有些讲究 那这些不需要用反光板 直接就是一个灯 我现在这一批这几张 就是系列作品 这个系列作品 基本上不需要用反光板 如果我们用黑水果 加一些陶瓷 那类的我们就要加一些冯安板 那我们就要重新去考虑一个这样的 曝光的布局 应该是不同的 所以从那个质感 去考虑 另外还有一张照片 大家看到了 好像日出那样的 有一个花瓶 有一支插了一支花 然后有一个日出的那些水的波光的一个 红色的一个这样的涟漪 这个也是我当时的构思 其实我就是拍成好像刚刚日出那种感觉 所以我这张照片叫春飞 飞就是入出那种 春就是一个花 所以就是说 你構思的时候就要想 这张照片你的调子 你所出来的 给人的感觉是什么 我这个就是给人的感觉 就是说是有些 就是我是想 我是想 是有入出那种这样的 之后 所产生的那种波光的涟漪 在我的视频室里面 在我的静密室里面 能够翻译出来的 阿努尼娜 我的构思想 是的 是根据不同的器皿 和你的想法 给人一种原想 就是包括刚才那张照片 也都一样 其实它里面为什么有个 好像人体造型的局部的一个位置 其实你就是每一张照片 都要给人有一些原想 嗯 对对对 是啊 实际这个 我听不听到 听到 这个构思很重要 梁律师 是 你首先 你去要想拍好一张照片 首先你肯定就要构思 还要构思 然后再利用你的各种元素去做这张照片 我那张照片 也是阿努尼很欣赏 刚才那张照片 是的 他都曾经跟我说 他说 那个红色的倒影 怎么做出来 是 其实都是罪光灯 我这张照片 都是用了两支灯光 一张就是单边的油光罩那种箱 另外一个后面有一支罪光灯 我又另外介绍一张稍有些变化的作品给你们看一下 就是叫做《风雨翠花》 那你想一下吧 《风雨翠花》 你怎样才可以在室内造成 就是有落完雨或者落完雨之后有风 就是其实和我在家的阳台看到的感觉一样 那我在我的笑影的拍摄桌里面 拍出来一种那种感觉 那这张照片也都是入选全个影片 就是大众笑影收藏的一张 《人家收藏》的一张作品 那这张照片 大家看过这张照片 就很 就是我不用说话 你都知道是 刚刚下雨有些风吹过 那我这张照片 其实当时 就是因为我这些所有的照片 是原片一张拍出来的 没有经过电脑的加工 就是PS 现在PS做什么都可以 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另外一种的方式 这个我拍照片 其实我通常都喜欢是一次成像 或者是你通过两次曝光也好 我是要在一个文件里面 包括现在数码都是一样 但是膠片也是 要在一个底片里面 一个膠片里面 出来的成像 就不需要在PS 再特殊的加工 所有我拍的照片 光影整个结构 都是在拍之前 想好 构思好 那这张照片 大家看到了 那桌面 那地面 全部都是 刚刚下雨的那些 雨水的那些 水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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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看到 都可以看到 通过的热光 能够反映到那种水迹的 一大大的質感 然后我怎样拍那个动感呢 因为你拍 你可以 其实就是方式 拍的时候可以移镜 你要想一下 那时候如果拍膠片 是看不到的 你拍完之后 你可以两次曝光 但是你怎样移得对 我想一下你拍 一百次都不知道 能不能拍到一张 拍一百次 所以呢 所以呢 后来呢 我们都是要 利用了一些类色的 速度 因为呢 有一个叫做速度 速度 但是这个速度镜呢 就不是说 你放上去 就可以演得漂亮的 这个呢 都是需要一些技巧 一个你的光圈 一个你的光的位置 以及你放下去 你这个元素 就是你拍这张照片的题材 元素对不对 所以我就 当时我拍了 用这个速度镜 来拍这张照片 所以这张照片呢 拍出来呢 就那个花的动感 真的好像有风一吹 摆一摆 那种感觉出来 而这张照片呢 我起的名字呢 就叫做风雨吹花 就是我的構思就是 拍一张 刚刚落雨 又有一些风吹过花雨 摆一摆 那种感觉 这张是不是都是用蝦梢 都是蝦梢 那它那个速度镜 它肯定你不是全遮挡的 嗯 全遮挡 局部 局部 因为它的速度镜 它是单边的 单边 一边是空的 一边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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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是 所以这个呢 这张照片 其实你放的位置 你很重要 有没有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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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张照片 我所有照片 都是一次性的 一次性的 就是想好怎么样 去拍得最完美的表现 所以在镜头算影里面 关键就是你要构思好 就是我刚才说的 就是你要想好想法 被人在作品里面 体现到这种 现在说的 这个feel 这个feel 这张照片 我觉得那个 警戒就是 感觉 是的 它的警戒就是 在影室的正面里面 拍出了动感 是 这张照片的难度就是这个 就是很多时候 其实你拍照片 就是你要给人感觉 哎 怎样拍出来的 就是要给人有一些 这个其实都是有难度在里面的 就是 不论你现在用数码 或者什么 都不是每一张 都可以成功地拍出来的 所以你一定要 预先用構思 这个我觉得 这张是老李 我介绍过的 是吗 很重要的 就是所有作品 老李呢 其实跟我都是同行的 因为他都是在设计公司里面做的 他都很多 很多不同的作品 没有啊 我真的跟你不一样 我呢 我拍这件事的时候 不用动脑筋的 有设计师在那里 他画好效果图 我就要 去根据他设计师的 那个理念 还有 我就去 报好光去 充分表现出他 他的设计理念 我就完成了 但是你现在 你和我们有些不同的就是 你全部都是由 和構思到完成 作品的完成 都是一切可成的 但是我们就跟 不同的 很多东西 我也有拍很多 类似商业摄影的作品 很多商业摄影的片 很多 都是你的商业摄影 所以其实呢 在这里面 其实都是一种 很有密切联系的一种 环节来的 因为我呢 就等于在商业摄影里面 艺术化一些 那就作为自己的作品了 因为你有时 你拍到 纯好艺术的呢 你给客户呢 他不一定喜欢的 所以我会拍完 给客户那张照片之后 自己浩试一下 再变化一下 自己就可以作为自己的 就是个人的那张作品 也不用说受到客户的限制 因为你有时 你拿到客户那张照片去发表 或者什么 虽然可能客户都不一定会 关于你 就是说 是的 但是始终那张都是 等于 商品摄影 商品摄影 人家给了钱你的作品 就是人家都有权的 那如果我现在这些作品 是我个人的著作权 就不一定要用 所以 就是区别就是这里 和商业摄影的作品 和淨淨淨淨淨淨的作品 区别在这里 这个是同时商业摄影 它是由客户给你的一些想法 或者它的要求 所限制 你是直接要根据它的要求 或者你要根据设计师 大家一个合作 互动的合作 和客户三者之间的一个合作 但是你淨淨淨 它是纯粹一个个人的表现方式 就是你可以将你的物品 你所拍的题材 包括你陶瓷也好 生果水果也好 或者器皿也好 或者花位也好 这个是纯粹一种个人的艺术表达 就没有了商业的行为 那你变成了那个 出来的那种感觉 和它的性质有少少不同 这个是个人的作品 那个是一个等于 相当于一个集体的商业作品 因为老李当时他介绍 他很多都拍过珠宝首饰 不秀钢 反射那些黑色的那些物体 我发现我们有个区别就是 梁老师完成了你的工作之后 你还是潜心去创作 去搞静物摄影 但是我完成了我的工作之后 我就东南西北 亂地到处去玩而已 所以我没有你这种定力在 所以我没有作品出来 你没有作品出来 你是去周阳世的 我知道你开着车去到很多地方 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有些事情 我可能就是会是 通过这个植物摄影 也都带动了我的工作 有帮助 因为我自己这么想 因为你刚才说 你为什么要这样构思 其实我也是一样的 就是怎么说 我只要在视频界 能够走出来 能够做到有些拔尖的人 可能对我的商业视频 对我的工作 可能有很大的帮助 就是说 可能很多客户 看到你的作品之后 会欣赏你 其实这里面 真的都有带动了我的 比如我自己的公司 我后来我自己成立了一个公司 例如工作室那样 都带动了我很多 义务方面的回来 因为人家看到你的作品 有一定的水平 至于你的水平到哪里 你见仁见智 或者客户 都是看到一个 这个人在社会上 都有一定的知不知道 获奖很多 那其实我也是有一些目的的 是 为你的工作室 为了饭碗也是想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我给不到你 就是跟你没得比 我把所有的时间浪费在路上 你就用在那个创作上 那时候的创作都是这样的 就是我都是其实 在工作和自己的创作之间 能够平衡 这个去掌握 那再加上呢 自己就是在拍摄里面 都是考虑 就是说我有些 正如你所说的 我是用客户的商品 来做创作的 就是都不是说 纯粹一些家里的摆设 我家里的摆设 我就拿来拍摄 或者朋友里面有一些摆设 觉得值得我去搞措施 创作的 我也是借朋友的一些道具 那客户里面拿来的产品 就是那些东西 也都有时都可以 达到我创作的目的 那我也都可以 又拍一下 又拿来创作一下 所以正如你所说的 我就是除了不合不合的之外 我自己都会静心下来 就是搞一些自己个人的 所以我觉得你 为什么能够在这几十年里头 不断地都有作品 呈现在我们的 我们观众的眼前 这个是分不开的 你本身就已经将工作 和娱乐摄影创作 用为一体的了 工作 用为一体的 应该说 反正你既然是从事这个工作 那你都要为自己去想一想 你自己都要在摄影方面 要拿一些好的成绩 对吧 那你也要去拆摄啊 展览啊 有多一些交流啊 因為我爸爸和我做這行業的條件不一樣 因為我入了設計公司之後 設備相當先進 有歐洲的燈光、Huzzle、Sena 但我父親拍攝的時候 是在家裡用自然光拍的 或者用自己釘錄箱做燈泡 用那個燈光 變成一個設備相對減陋 但是他就是以最減陋的一種 曝光的方式拍出最精彩的作品 我很多時候就幫他打反光板 或者看別的東西 有時候我們就 因為我和我父親一起住 所以很多時候看到我父親怎樣去佈局 怎樣去看每一樣東西 例如我拍攝一個石彎公仔 那些他配的道具 例如他拍那個李廉潔打工夫的 他要找一種滑的天空 也都是用比較平的角度 就是稍平的角度 去顯示你燃鐵 很英俊、很瀟灑 那種武功、那種姿勢 能夠襯陀在天空上面 這個角度他要懂得拿 你要考慮那個角度才能夠 才能夠體現到那個公仔的氣勢 那天空是一張照片 或是寫什麼的? 天空有時候 我父親會放一張格的照片 比如24寸的照片 以前都是大概24寸 或者20寸 大約五常一大約做背景 就要避到一個反光 用湧紙 用光紙 因為湧紙它不反光 另外呢 有一個吊翁 有很多那些 一個吊翁 那些陶瓷吊翁 那他也是 找一個膠紙 只搭過四條木 釘了之後 放吊翁之後 要放些水 然後呢 放一點水 在那裡 又倒影 你釣魚沒有水 那你就不像 然後呢 去找那些草 你出去找那棵草 那棵草 比釣魚還高 那他就去找那棵草 那些盆景 災的地方 賣盆災的那些草 他也有那些草 那些草就很小的 他有一些石山的那種盆景 那他就要找那些草 去放那棵草 下面那些草基 然後他的比例呢 你才顯示到那個公仔的人 大小的比例 這個很重要的 所以 我在全面密化這樣 看到他這種佈局 所以這些的延傳身教 我覺得很重要 是啊 這些呢 就是自己一種 就算你不動手 你也是要感受 你看到 那你光也是 他從德光 或者真熱光 剛才自然光 那時候就移到那張 家裡的桌子去做 其實呢 我看我父親拍的那些照片 那其實自然密化 我自己就接受了很多 我父親曝光啊 構圖啊 道具的大小的比例啊 那這個呢 很關鍵啊 那其實靜密攝影呢 到目前為止 我認為啊 就是我覺得都是 在鏡頭運用方面呢 應該都是用中長焦 中長焦 大概是中焦 就不用用到最長焦 就是 如果是現在的 我們說的 13 13的機器呢 大概是105左右 105左右 105左右 就是大概到150左右 最起碼都要用到70 就不要用港國 標準都不是 因為港國你是要 可能有時候很特殊的 就是用一張半張 或者你會用 但是一般都是中焦 你覺得是用變焦好 還是用定焦好呢 其實這個呢 就是個人喜歡 因為變焦呢 其實現在的質素都很高 變焦你會靈活一些 其實都沒有問題的 這個是個人喜好 還有呢 如果你用定焦呢 你就要講究 就是可能你要拍一些 你有個彈光圓的定焦呢 可能有時候你拍靜密呢 都不是好像現在我一定要在室內拍 去到一些酒吧 去到一些酒店 去到一些酒店 去到一些擺設 你用大光圈 後面 推化了之後 那種光斑出來的效果 也都很漂亮的 所以 政律師兄其實呢 不只是在室內拍的 其實在室外戶外 去到酒店 去到一些 類似一些 一些巴 都可以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請大家不要忘記 每個星期五上午9點 在AM1450 美國中文電台 粵語台 攝影有什麼 好 我們跟大家再相見 好 今期就這樣 拜拜 拜拜 拜拜